三名宇航员来到火星探索生命 原本以为会毫无收获 不料却在最后一天 发现墙壁上的某种文字 证明火星存在过智慧生命 没等他们琢磨是哪种文明石 埃尔找到一个奇怪的东西 几人急忙聚到一起 推测是某种太空舱 皮特提议带上飞船 埃尔试着用手使劲推了一下 却根本没法移动半分 这东西应该不中才对 埃尔正想上去触摸 太空舱喷出烟雾 光芒没一会便熄灭 他们全都昏睡过去 只剩下手电筒的光亮 两道影子缓缓移动 埃尔从昏迷中醒来 皮特和埃尔也同时起身 他们昏迷了一个多小时 虽然氧气足够返回飞船 但没法搬运这个太空舱 三人无奈只能放弃这一项重大发现 此时飞船已经航行了半年多 很快就能回到地球 地面指挥对接联络通话 提醒核对状态报告 可船体突然剧烈摇晃 通讯设备被切断 他们以为是一颗微型陨石 急忙回到驾驶室检查 埃尔却被故障设备撞到 额头渗出了鲜血 皮特急忙拿起灭火器灭火 由于飞船偏离了航线 必须转到手动模式 在校对助推器之后 飞船勉强恢复平稳 虽然情况有所好转 但一块电池彻底损坏 外部氧气罐毒素为零 他们失去了一半的氧气 埃尔还想去检查下面的情况 不料却突然发现奇怪的粘液 他们从没见过这东西 皮特将其刮了下来 确定这不是绝缘胶 能清晰看到有生命物质 不仅在改变自身形态 还在快速地繁殖 这显然是那个山洞里的微生物 埃尔坚信已经进化过太空符合工具 甚至把所有标本都封存起来 它现在怎么还能出现 皮特推测 这一开始只是一个个体 在经过半年多的返程 成倍增长到现在的样子 没等皮特想好解决办法 飞船传来警报 恒温气出现短路 舒适的气温不断上升 如果不能及时修好电路 他们一定会被炸成碎片 埃尔连忙带上工具 现在顾不上处理微生物 他进到一团糟的电路室里 确信花上一段时间就能修好 但要先把二次电源关掉 不然没法靠近电路半分 埃尔只能先关掉电源 驾驶室的温度升高 要是不及时修好电路 他们会先被高温热死 埃尔开始看向窗外 祈求得到外界的冰凉 但埃尔需要独树汇报 皮特急忙上前安抚 他们还有几天就能回到地球 可以一起去湖边的小屋里钓鱼 埃尔露出疑惑的表情 皮特察觉到他有点不对劲 可埃尔在不停催促 他回到座位汇报正常 按目前的进度 还有几分钟就能修好电路 埃尔已经等不及了 在埃尔测试针管的时候 擅自打开了二次电源开关 埃尔手掌被电的滋滋作响 皮特急忙将埃尔推倒 随即再次切断电源 埃尔的手掌被烧焦了 疑惑上面发生了什么 皮特选择隐瞒真相 谎称系统出现故障 刚刚才控制住 没过一会 埃尔便将电路修好 飞船重新恢复电力供应 为了不再让电线短路 一会才能回到驾驶室 埃尔终于恢复神志 连连为刚才的错道歉 皮特却疑惑地问道 埃尔不像他认识那样 为了保险起见 皮特要做一些检查测试 确保他没有感染火星细菌 埃尔看了眼针管 最终还是撩起袖子 可就在皮特伸手过去时 他的手被紧紧抓住 此时空调正常运作 埃尔重新回到驾驶室 埃尔表示 皮特赶到头晕去了休息室 埃尔没有在意 他们需要先关闭不必要的系统 减少飞船电量消耗 埃尔还想让他去休息会 但埃尔选择先掌控飞船 他必须得回到地球 作为第一个登上火星的人 代言费就值几百万 更别提发现火星生命 这可是一项重大的科学突破 他能变得更加富有 埃尔认为他错过了大局 但埃尔哪管得了这个 这是他发现手臂上的伤口 埃尔急忙缩了起来 解释只是点小擦伤 埃尔严肃命令卷起袖子 他这才缓缓聊起 手臂流出绿色的粘液 脸上露出诡异的微笑 埃尔急忙按下通讯按钮呼喊 不料手臂紧紧捆住 就在他惊恶之际 埃尔整个人变成了外星怪物 等他好不容易挣脱束缚 皮特还没赶来 埃尔只好抄起地上的灭火器 将怪物逼近垃圾弹射时 他不停抽打都没法出来 硕大的眼睛直勾勾盯着埃尔 埃尔也在此时赶到 没等他解释 埃尔呼喊埃尔救救自己 皮特安抚埃尔冷静下来 或许是头部撞击导致的幻觉 可埃尔就是变成了外星人 没等埃尔上前阻止 他便按下弹射按钮 埃尔被丢进了外太空 埃尔人都傻了 如今没法计较对错 埃尔也是悲痛不已 埃尔还想上去安慰 但埃尔却格外警惕 外星人不仅像变色龙 还拥有埃尔所有的记忆 就像从他大脑里长出来的一样 埃尔并没有看到这些画面 只认为是无稽之谈 眼见他不相信 也拒绝身体上的接触 此时水源已经所剩不多 埃尔递给他自己的水瓶 提醒需要摄入适量的水 如果埃尔出了什么事 他没法一个人开飞船回家 埃尔仍旧选择拒绝 这时飞船灯光不停闪烁 他们又失去了一块能量电池 只能再次减少功率和氧气供应 埃尔得得去检查一下服务舱 确保毒术和驾驶室保持一致 他通过楼梯来到下面 一旁的存储区打开过 用手推开之后 发现宇航府里有什么东西 打开灯光一看 那赫然是死去多时的皮特 埃尔顿时惊恐地瞪大双眼 皮特缓缓走到他身后 表示没时间弹射身体 埃尔没给他解释的机会 急忙进到房间锁了起来 皮特打开了通讯装置 表明自己是友善的 埃尔顿可不相信这种鬼话 皮特保证这种过程没有痛苦 但却要迎接死亡 他们用掉了两个包子 30天后才能再次复制 埃尔顿勉强冷静下来 询问他们来自哪里 皮特表示那是距离太阳系很远的地方 他们不得不重新找个新架 所以在火星进入冬眠状态 希望有一天重新开始 他们是和平的物种 一旦到底地球之后 保证不会夺走更多生命 可就在这时 飞船再次传来警报 船尾的诱咸出现漏洞 只要等待飞船失去压力 他们就会被炸得粉碎 眼见他想同归于尽 皮特开始用财富和名利诱惑 再加上他的母亲死于癌症 正巧他有治愈癌症的方法 埃德既能成为梦想中的英雄 也能得到巨额的财富 皮特没法一个人修好飞船 最终埃德同意下来 两人同时修好气法 他们很快能回到地球 地面通讯终于恢复 询问另一位船员在哪 皮特露出担心的表情 随即用信号不好为由 将通讯装置关闭 警告如果泄露消息 他们肯定会终止着陆 那一切都没了 信号再次恢复 埃德谎称 埃尔受了点伤 现在正在休息室 地面指挥没有继续追问 准备引导飞船接入航线 皮特再次将通讯关闭 还有30秒 就能进入大气层 埃德不由看了眼旁边的照片 那是兄弟三人的合照 皮特露出兴奋的表情 还有十几秒就能到达地球 埃德却选择偏离航线 飞船来了的大转弯 他不再相信任何鬼话 既然皮特能蛊惑别人 其他包子同样可以 他把手放在机舱压力按钮下 只要启动 它们就会变成碎片 埃德当然知道这么做的后果 皮特眼见劝阻没用 就要变身将它捆住 但埃德已经按下按钮 飞船画作无数碎片 他如愿以偿地成为了真正的英雄 但不会有人知道 曾经有人避免了人类灭绝